我们今天就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要走佛菩萨的道路 要跟他学习 他处处就是做榜样给我们看 这个用现在的话说 是真正的幸福人生的道路 不但心里头一个温宁没有 一个善念也没有 善我没有了 燃尽没有了 所有一切相对的都没有了 你看我们讲时间讲空间都讲相对 统统没有了 回归到自信 那就是讲极乐世界吧 自信尼土 威信尽土 这不是外面的 在哪里不就在现前吗 就在一微尘当中 就在一毛孔之中 这妙不妙啊 下面说出这个道理 为诚武自信 难真成理 真机无边 成与随尔 这话说的好 这成是现象 你要知道 他生灭的时间 你没办法想象 为什么呢 他生灭的时间 是一秒钟的 一千两百八十兆分之一 这一秒 也就是一秒钟 这么长的时间 他生灭多少次 已经有一千两百八十兆次 米达菩萨说 这个现象太威胁了 不可以支持 你没有办法 持住他 你没有办法保持他 马上就没有了 太快了 物质现象如是 精神现象也如是 我们天天在期望想 起今动念 这不叫冤枉 我说全是假的 与自信毫不相干 自信里都完全没有 随着现象 佛问得好吗 这一念里头 有几个形 几个像 弥勒菩萨说 念念成形 形就是像 这微臣是像 心结有始 微臣里头有见闻就止 在六道里面 微臣里头 除见闻就止之外 他还有受相信始 在一真法界里头 没有受相信始 有见闻就止 这个我们明白了 他诚信 诚没有自信 自信清净圆明体 就是他的自信 所以他说 蓝真成 他是从真里头 变现出来的 这个真就是体 自信清净圆明体 这是真 自信是真 自信不是精神 也不是物质 精神物质 是从他这里变现出来 变现也不是真 为什么呢 一变现马上就消失了 那现在为什么 我们看到 好像这些世界之存在呢 那是一个念头 借着这个念头 他没有停 没有中断 就像我们在这个 电影院里面 荧光幕里头 看这个画面 其实他是不停地在生命 我们好像看到这个现象 它存在好像是真的 你要晓得 电影院荧幕上的画面 一秒钟才24的生命 现在我们现实的这个世界 一秒钟里面 有一千两百八十兆的生命 那么佛给我们讲 这张细相 每一个生命里面都有沉住坏空 这张细相 那这一千两百八十兆 还在沉死 那就是细相 那就是那个音念里头 沉住坏空 音念里头 你看 它有物质现象 有精神现象 这个现象都有沉住坏空 你越 这个观察 越威胁 这叫著法实相 宇宙人生的真相 一切法都没有自信 自信就是自体 真正的自信 真正自信就是 自信清净愿民心 是一切法的自信 然后我们从这里体会到了 我们跟整个宇宙 跟一切众生 同一体 我跟你什么关系 我们把这个身体 我们的身体 比如成 自信清净愿民心 我是什么呢 我是身上一根汗毛 你是什么呢 你是在身上一个细胞 多没有离开这个身体啊 这个关系都 亲切 怎么可以起先动 你害别人呢 那害别人不就害自己吗 可是一体吗 我们一般人常常发生这事情 我也发生过很多次 牙齿咬到舌头 舌头咬破了 流血了 舌头要不要向牙齿抗疫 要不要怀怀怀恨 要不要报复他 那为什么没有怀恨 没有报复呢 一体 明白这个道理啊 我们与一切人 是一体 与一切畜生 也是一体 与花草树木 还是一体 与山火大地 与整个太空 都是一体啊 再跟你说的深入一点 与许许多多 不同维次空 维次空间里面的 一切众生 还是一体 所以佛法跟你讲的 整个宇宙是一个有机体 整个宇宙是自己 这不能分啊 整个宇宙像大海啊 我们是大海里一滴水啊 你也是大海一滴水啊 他也是大海一滴水啊 没有离开大海啊 谁能离开自信 大臣经上常想 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那个心就是自信 真 真 既无边 沉一随二 真是自信 自信 没有边际 没有底蕴 横看 没有边 树看 没有底 找不到底 微城里面有世界 那个世界里头又有微城 微城里头又有世界 世界里头又有微城 这是自信 这才把这个宇宙人生真相 那个秘密 奥秘 给我们扣出来了 所以这个金皮上加的是花言 熬制啊 花言的奥秘 在我们探索的这个问题 所以 性没有变迹 性没底 从性变现的那个陈 跟性一样 为什么 他的体就是这些 所以他也没变弃 他也无底 所以他变现的任何一个小物质 我们人身体的时候 一个寒毛 一个毛孔 外面环境里头 一粒微城 这种微城 我们肉眼看不见 天眼也看不见 甚至于讲 菩萨的发眼 也看不见 用菩萨有等级 七地以下的 都看不见 八地以上 才能看见 他们真正的 真的了 七地以前 觉悟啊 八地以后 真无 真的明白了 八地以上的人 多少呢 你注意说 无量无边 迷的人很多 物的人不少 这个道理要懂 我们在这个苏婆世界 这个小团体里面 统统都是迷 看你到极乐世界 那个团体去看 他个个都悟 他不迷 所以清金 祝福如来 祝福如来 给我们做出最后的榜样 他那个榜样 就是全都放下了 下面 隐 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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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过上面呢 没有说什么间 统统都是花言经 因为这里讲的是花言而知 都是讲花言经 华藏世界所有城 夜夜城中 见发界 曝光 献福如云集 此事如来 差此在 准此一顾 当之一尘 谱咒发界 这是大师 写这篇文章 引经了出阵 华藏世界大了 绝对不是讲银河系 现在我们讲世界大了 讲星系 我们年轻的时候 初学佛 用佛经里面讲三千大千世界 我们总以为 经上讲这个单位世界 是太阳系 这是个单位世界 一千个单位世界 这一个大的星系 这叫小千世界 以小千世界为单位 大概是一千个小千世界 这么样一个星系 就叫中千世界 一千个中千世界 后期来称为大千世界 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 不是大千世界 只有三千个 大千世界 是由小千 中千 大千 组成的 这么一个星系 所以三千大千世界 是一个大单位的 信息 通常 佛在经上说 这是一尊佛的教区 那我们现在这个大千世界 叫做苏婆世界 教主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死 没有啊 在我们这里看到 要他死了 你到那个 那个星球上去看 他在那里 天天讲这些话 他现身可多了 他到处都能看到他 在这里看到他生 那里又看到他死了 随缘嘛 随众身心 运输之量嘛 没有生死 没有生死 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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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都是为了教化众生的 做这样的一个视线 做这样的一个表演 三千大千世界 这是他的舞台 今天在这里上台 晚上就下台了 明天在那个台上又上台 那你就能看出他的真相了 在大神经里面讲 诸佛菩萨有本有极 本是他的真身 他的报身 发身 那个极相呢 极相叫硬化身 他的硬身化身 硬身化身 有身有灭 发身 发身 报身 买有身 有身 发身是不身 不灭 报身是有身 无灭 佛如是 我们每个人 都如是 我们有没有发身 有啊 有没有发身 有啊 现在为什么不见了呢 迷了 不是没有 真有 从来也没失去 所以你 明白这个四世真相呢 你就不怕死了 你也不贪生 你也不怕死了 你把这个生死 跟诸佛菩萨一样 游戏一人间 身体不是我 身体是我表演的一个工具 我在这里表演完了 不要了 我到那个舞台上表演 又有一套新的工具了 就给你说明 人没有生死 但是又因果 所以 起心动念 言语造诸 要想到因果 不要跟人结怨 结怨是 身体是假的 那个怨要是 不能化解的时候 来生来世 碰到一起 还要报复 所以 怨怨相报 没完没了 这个就走透了 那懂得这个道理了 这一生当中 如果有人跟我们结约 我们晓得 我们也跟他结约 他跟我结约 前世 那在这一生当中 那在这一生当中 化解 不管他怎么对我 那 毁谤我也好 无辱我也好 陷害我也好 我都接受 我们仗义别够了 来生再见面 好朋友 没有怨恨 没有报复 就解开了 这也是行菩萨道 给世间人做一个好榜样 世间人不能忍受 那总有怨恨 那总有报复 这是错误 绝对是错误 刚才讲的 不知道是一体 是一体拿来的报复 知道是一体 不再有报复 不再有怨恨 你看你心多快乐 心多清净 了解四世真相 多么重要 了解四世真相 张家大师教给我的看破 看破之后 你才肯放下 你才愿意放下 你才真的放下 你没有看破 那我放下是假的 不是真的 境界现前 烦恼又现前了 真放下的时候 境界现前 不生烦恼 不生烦恼 深智慧 不生烦恼 这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经上家 滑涨世界大了 我 应该是在 大概十五六年 这样子 十五六年之前 我在美国 跟北京 黄念族老居士 联系上了 他在美国住了一个月 我也是忙到 过出奖金 没见面 但通过电话 他送我一本 无量寿经的注解 是他自己注的 注得非常好 之后呢 我就特地 到北京去看他 我们第一次见面 是在北京 应当 是我到他家里去拜访 没有想到 他先来了 他到酒店里面来看我 我非常感激 因为在中国的习俗 自古以来的理解 是行客 拜访 做客 没有做客 拜访 行客的道理 我们是行客 他是主人 客拜访 主人才对 那么一想到的时候 他就先到酒店来看我 我们就讨论 佛法里这些重要的概念 比如讲这个 三千大千世纪 我们都以为 银河系 至少是个小千世纪 黄老告诉 不对 银河系 这银河系是个单位世界 那这个大千世纪 可就大了 经常讲的 日月 饶 须弥山 再断 须弥山是什么呢 就是银河系 对呀 我想对呀 这个太阳系 带着这个 九大行星 确实 它是绕着 银河系在这 银河系的中心 我们中国人叫黄级 那就是 那就是 须弥山 那银河系中心 现在这个 荷修家 知道的相当清楚了 黑洞 是很大的引力 连光 都会被它吸引过 吸引进去 吸进去 他说 那个就是 须弥山 这把我们的概念 转过来了 银河系 才是一个单位世界 那么我们就想到 一千个银河系 才是一个小千世纪 一千个小千世纪 是一个中千世纪 一千个中千世纪 是一个大千世纪 那么一个大千世纪 多少个单位世界 十一 十一个银河系 才是一个大千世纪 我们今天这个 这个科学的探测 还没有办法 探测到 十一银河系 这么大的范围 那华藏世界就更大了 是更大的星系 我们看华严经上书 华藏世界有二十层 二十层 我们苏婆世界 释迦牟尼会世界 在第十三层 极乐世界也在第十三层 华藏好像是一层大楼 我们在十三层 苏婆世界在这一层的东面 极乐世界在这一层的西面 而这一层那个世界 就大了不得了了 不止这两尊佛的世界 太多太多了 华藏世界所有尘 尘是物质里头最小的一个单位 小到不能再小了 实际上他讲这个所有尘 现在我们有一点概念 弥勒菩萨所讲的 一坛值 三百二十兆分之一 就是值点 那个物质现象 这物质现象里面 就包括这有精神现象 现在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夜夜沉重 见法界 为什么呢 它的体是磁性 所以你在这个像里头 就见到心了 现在哪里 心里不开心 像里不开心 性像也如 性像不二 没有见心的人 天天想办法去见心 诸位要是看看禅宗的公案 参参辛苦 那古时候赵州和尚 非常勤奋 八十岁了 还到处参学 为什么没开悟 就是没见心 到处参学 向别人请教 一旦觉悟之后 原来 偷偷是到左右逢源 你眼见 二天 那必修的学长 对身体接触的 没有一样不是吗 夜夜沉重 见法界 这是民心界限 这是法身菩萨境界 在华严经里面 粗诸以上 就是这个境界 所以粗诸以上 是征服 都不是假的 设法界里面的佛 天才大师 说得好 叫相似 这佛 不是的 很像 修得不错 修得很像 不是的 为什么说不是 没见心 虽然没见心 他的里面跟外面 里面是讲心 清净心 外面是讲相 跟那个真佛 很像 相似 修得好 就是 他还有七心同志 他的分别执着 完全没有了 还有七心同志 什么时候 把七心同志放下了 他就是真佛 那就是粗诸 法身菩萨 为什么呢 他在夜沉重 见法界了 那么我们晓得 受法界里面的佛 还没有在 尘中见法界 还没有 法身菩萨 就见到了 他见到都是尘寺 与 无时无名 烦恼稀气 有关系了 这是肯定的 无时无名 烦恼稀气 重点 他在夜沉重 见法界 可能见到一个层次 两个层次 其身无敌 他还没见到 沉重见到法界了 无名稀气 波的 定宫就更深 他能看到 沉重的 法界 法界里面又有沉重 沉重里面又有法界 定宫深 就是烦恼稀气 波的 看到了底了 看到了根了 应该就是 世尊讲的 八地以上 他才彻底明白了 讲彻底明白 粗诸就彻底明白 这个要懂的 彻底里面 还有前身程度不同 到究竟彻底 那是妙觉尾 菩萨五十亿个阶级 再上去 叫妙觉 那叫究竟彻底了 回国还原吗 完全还原了 像一个大海 深广 无尽 全都 融洩了 那我们比喻 一滴海水 一滴水 跌在大海 它跟大海 就没有 没有分别 这一滴水 就含着 这个大海 无量声光 里面的信息 全都含是这种 法界 就是法界 见法界 就是明行界限 这哪里见呢 意义沉重 那是身体上讲的时候 一页毛孔 一页毛端 真是这样的 我这次回到台湾 很难得 碰到 日本江本圣部 这是一个从事 水试验 我跟他见过多次面 跟老朋友 到高雄来 他先看我 我们在一起进午餐 饭后 他去讲演 他是个破学家 他不敢接触宗教 为什么呢 怕人说他迷信 他有这个机会 而我在初跟他接触的时候 他不知道 不知道他有这种情形 我完全是以 这个华颜经 里面所说的东西 告诉他 你的事业 是华颜经 上所说的 你能用科学的方法 把它证明出来 那就是什么 物质里头有精神现象 你说 念念成行 行进也有识 这个经文就只是识 我说你能把他识 这个实验出来了 这个很有意义 很难得 你把佛在经上 讲得很证明 他很压抑 怎么佛经上有 说佛经上有 比你讲得详细 因为你现在已经测出他 他有经文有知 有受想行识 把这个测出来了 但是在他呈现现象里面 他有四种现象 你才有一种 你还没有能够 那个三种没测出来 这三种是什么 色身相味 色你看出来了 这现象看出来了 色 他有妙音 他有音声 他有香味 有妙香 他有味 这三样 你还没有能够出来 我说你和他都如意 这很压抑 他说佛 这祭福 宗教里有这么妙的东西 不是 你才沾一点边缘 还差得很远 这样子 他对宗教才产生兴趣 这才结束宗教 把这宗教经典 也拿去做实验 图案都非常美 以前都不敢用 我又告诉他 不仅是水 任何物质 花草 树木 泥沙 尘土 没有一样 没有这个 经文教制 统统对我 我说你可以把这个实验 范围的范围扩大 除了水之外 其他的一样 跟水没有连样 你细心去观察 去研究 这样才兴趣就来了 也做了实验 而且现在这个实验 在台湾 在日本 很普遍 我听说有很多小学生 他们都自己拿来做实验 一个蒸笼里面蒸出的馒头 同一个蒸笼 蒸出来 拉两个 走来做实验 两个放在门的两面 两旁边 一个馒头 天天对他讲 我很喜欢你 我很爱你 你很好吃 那一边 那个说 我很讨厌你 我不喜欢你 一个星期之后 对他讲好话的时候 给他好信息的 这个馒头发酵了 闻起来 很好闻 很香 那对他 天天骂他 天天给他不好信息的 那个馒头就 上没了 浮烂了 变黑色 气味很难闻 那这就说明了 馒头 也知道人的意思 他也能看了 也能听了 不像水 他都能 谁能的时候 馒头也能 还有人用香蕉 一个树上 两个一样 就做实验 也一样 统统都实验出来了 这种习气 证明 佛在经上 所说 你看 夜夜沉重 见法 所有物质里头 都有精神现象 我们今天讲 唯心 唯物 都是错误 你都偏在一边 不知道是 我里头有心 心里头有物 他离不开 他是一不是二 那我们 从这个地方 就能够看出 佛在经典里面 教导我们的原则 修行重要的原则 小臣 虚头 这起步 大臣 华严经里面 讲 粗性位的菩萨 这菩萨 一年级 我们如果把 摄性 比如说 比如说小学 那摄住呢 就是中学 摄会像呢 就是大学 摄地呢 就好像是研究所 那等觉了 就好像是波士班 那么实性 粗性 不就是小学一年级吗 小学一年级 你怎么样得到 统统是方向 佛告诉我 你能够把 见思烦恼里面的 见烦恼 见着错误的见解 就是错误的看法 你把它放下 你就正得了 你就是 虚头反 那么你的六种能力 你恢复了一种 天言 天言 天耳 你恢复了 你能看到 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你能听到 别人听不到的音声 你有这个能力 我们都注意 我们都注意 佛教我们怎么修啊 放下什么 放下五种 错误见解 第一种呢 神经 不要再执着 神生活 神是什么呢 神生活所有的 不是我 就好像衣服一样 衣服是我所有的 不是我 衣服穿脏了 我换一页 这身体不好使用了 我换一个身体 所以身体不是我 这个很重要 你就不会为这个身体 去造罪业了 那他不是我 第二个 边界 边界上对立 这是什么 所有业切烦恼 所有业切过时 罪孽的根源 你看 自信亲近圆明体 首先的现象 没有立自信 你就看出这个 活血 性向活血 对立自信 对立自信不活了 所以我们从哪里学呢 我们不跟人对立 他跟我对立 我不跟他对立 从对立 提升就是矛盾 矛盾在提升 就是冲突 冲突再提升 就是斗争 斗争再提升 那变成战争 错误了 所以佛教给我们 就等下断掉 要不从根上断起 今天整个世界混乱 乱的根源在那里 就是对立 如果每个人 把对立的念头 化解掉 世界马上就和谐了 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不就落实了吧 佛教我们 这起步啊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功夫啊 这是佛法 小学一年级 学习的功夫 那么再放下 沉浸 沉浸 有阴上的沉浸 有果上的沉浸 阴上的沉浸 佛教名词叫 戒去浸 果上的沉浸 叫戒去浸 这是佛很具体的 举出来 不要有沉浸 没有沉浸 我们就能随缘了 有沉浸 会生气控制 占有 这个错误的念头 没有沉浸的人 不会有占有的念头 不会有控制的念头 他心里都自在 心都清洁 最后一会儿 最后一个所有错误的 协知协计 都把他放下 这样你就能够证得 去浸浸 要是学大臣呢 那你就是华言经上讲的 粗性位的负责 这个位置虽然很低 刚刚入门 可是这一入门 就是圣人了 就不是反复了 为什么 他不会退转 三不退里面叫 魏不退 就是他不会再退 多道 三国道 保证 你在这个世间 出不了六道轮回 你的生活是天上人间 不会到三土去 保证你不到三土 那我们想到 保证不得三土 是什么样一个发薄呢 就是看破自己 生不生活 放下对劣 放下成绩 放下错误的 之间就行了 那这个是 声文里面的 小果 这个成就 就很不可思议 如果有这个成就 发愿求生净土 而决定的去 不但生净土 评委高了 他不再反身通净土 因为你已经不是凡人 你是圣人 生到基督教 生到哪里 从方便 犹豫土 这个境界马上提升了 我们学佛 在这上 用功夫 要在这里干 真提升了 那不要说 哎呀 凡神通净土 我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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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尚品位 就够了 那你这个质量 太小了 你还未必能达到 我们中国 老祖宗常说 取发乎上 景得乎中 我的目标 在凡胜通净土 在这个 这个 这个 方便 犹豫土 如果万一去不了了 那我还落个凡胜通净土吧 如果我只是把目标定在凡胜通净土 可能去不了吧 所以这个目标要定高一点 至少我觉得应该要用虚拓环了 作为我们这一生追求的目标 《华严经》里面 初心位的菩萨 要认真 这我觉得不是很困难 真把他放下 不再重视这个身体 不重视这个所谓生命 大家把这个看得很重 齐心动念 为别人 不要为自己 这个就是 看破身见的 他的好处 他的作用 再不为我自己 齐心动念 为别人 我活在这个世界是为别人 为佛法呢 护制佛法呢 那怎么做法呢 为别人做出一个好榜样 就是护制佛法 人家一看这个样子 哎呀这是佛地词 多么值得人尊敬 值得人向他学习 这就对了 要做好样子 不能做坏样子 把队列放下 把陈建放下 每天放一点 每天放一点 有个十年八年 大概就成功了 就争放 可不能有丝毫 令习 这个贪令 是第一个烦恼 没有的我想贪得 有的舍不得 放不下 这是第一个烦恼 所以佛教我们 学布施 布施 破坚探 欢喜布施 布施的干干净净 让我们的心 都透一点光明 这一点光明 很有受用 那么你在陈中 建法界的 就建心 你看看 建心 心里面 你看到什么呢 你看到 曝光 信佛 如远及 佛比众生多 无量无边祝福 如来 那都是过去 无量 皆中 修成的 这些祝福如来 像云起 聚集在一起 佛经里头 常常有个云子 这个云子含义很深 云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体会更深 到外面去旅行 坐飞机 飞机穿越云层 云有没有 不能说它有 也不能说它没有 所以 云在佛经里面 就代表这个现象 就代表这个意思 告诉你 所有一切万事万物 就像云一样 看到好像有 实际上没有 我们云看有 坐上飞机 飞的就没有了 所以经上用这个 用这个字 用的最多 我们要懂得 师尊说法的义趣 让我们在这个地方 觉悟 只要你见信 你就看到信的 自然的流露 流露出来的正报 是现佛 一报 保光 所以极乐世界 所有一切物质 都是无量 珍宝 积极的 我们这个世界 是泥沙了 石头 其实 泥沙石头 也是信的 也是自信变的 极乐世界的 气宝流利 还是自信变的 为什么那个地方 就变得那么好 我们这就变得这么差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那个地方的人呢 各个都是善人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 说那个世界是 主上善人 狙击一吐 所以他什么都变好 那会想想我们地球上 住的这些人 是主上卧人 狙击在一起 是变坏了 这些东西 这个物质 是随心变的 所以佛讲啊 一切法 从心相生 又说 静随以心转 静随外面物质的世界 是随着我们人心 在转变 我们心好 样样都好 我们心不好 也样样都不好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想拯救地球 现在地球病了 很严重啊 许许多多资讯传过来说 这个地球上会有大灾难了 那我们怕不怕不怕 心一转变 外面物质环境全变了 真的是如此 从谁接近 这个变化 江本波斯的实验 给我们做了证明 科学的证明 特别他在日本 琵琶湖一个海湾里面的时候 做了一次实验 做得很成功 这个海湾湾区 二十多年 这个积水 水很脏 味道很难闻 他们就在这个湾区做实验 大概是一百五十多人 把一切妄念放下 用真诚心 大家念一句 就是祈祷 念什么呢 海水干净了 海水干净了 一百多个人一起去念 就念这么一句 念一个终点 大概到第三天 这水真干净了 气味没有了 维持半年 那么今天这个世界 灾难这么多 如果居住在地球上的人 都懂得这个道理 用我们的诚心诚意 我们的地球 变好了 地球恢复正常了 它就会恢复正常 可惜大家不懂啊 不肯起这个念头啊 那么我们学佛的同学 应当有这个念头 这个念头 虽然我们人数少 人数少也能产生一定的力量 在全世界我们的佛教徒 我们要常常想出 地球恢复正常 地球变好了 从我们自己 断卧修善 我们自己正干 这就是治本 我们只是这样祝福 我们心里面呢 还是有烦恼吸气 那就是治标 所以怎么样才能治本呢 从自己本身做起 我自己真的断卧修善 依照经教来学习 本末 见到 这个灾难就没有了 什么瘟疫都没有了 希望我们同学们 认真努力 所以我们就见到宝光 见到如来 此时如来 差自在 准此意 根据这个造体 我们晓得 一尘 浮舟发解 今天我们就 学习到此地